中国总理再度访日。 安倍最该感谢的人是他。 记仇韩首脑举行历史性会晤后,东北亚又将掀起一波外交高潮。 中断三年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将于本月9日在日本东京重启。 与此同时,赴日本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正式访问日本,这也是他自2013年出任总理以来首次访问日本。 中日关系为何会在此时转暖?两国间的领土纠纷是否能得到彻底解决?日本会从此放弃遏制中国的野心吗? 带注意系列问题,News记者在第一时间专访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永生。 日本为何在此时选择导向中国? 中日关系的改善首先在于日本看到了中国提供的发展机遇。 现实摆在这里,数据显示,2017年中日双边贸易重返3000亿美元规模,日本对华投资加快回升,中国对日跨境电商,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新经济模式投资增多。 访日中国大陆游客超过73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5%。 其实,安倍近三想恢复中日高层往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只是一直处于暗示,抛媚眼,略带矜持的状态。 今年年初,安倍在首相官邸听取了2017年底,访问中国的自民党干事二阶俊博的汇报后表示,针对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想法已梳理得很好,每个具体研究项目,只要可能,日本都会认真参与。 对此,有媒体分析称,安倍所称的具体研究项目很可能是日本加入亚投行。 安倍实在吃不消了。今年,日本连遭美国两季重拳。一是朝核问题。 在韩朝首脑进行了历史性会晤,美朝首脑会提上日程后,日本成了局外人。 这对日本来说不仅仅是难堪,而是内心的恐惧。 尽管在美日关系中,安倍做足了笑脸,摆足了抱粗腿的姿态,落在美国人眼中,这样的姿态反而让人看清,逃脱不了成为肥羊的命运。 于是第二季重拳来了,被美国人则毫不客气的薅了羊毛。 上个月,安倍急匆匆地飞到美国,希望通过高尔夫外交说服特朗普取消对日本进口钢铝制品加征关税。 结果,球打了,是没谈成。 特朗普不仅没有答应安倍的请求,甚至再度公开批评日本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 两季老拳打得安倍有些晕头转向,而国内政治处境,丑闻缠身,支持率持续走低,更是让他眼貌惊心。 此时,改善中日关系必然成为安倍的救命稻草。安倍相较版特朗普。 于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在安倍会见特朗普后,两人召开了记者会。 会上,特朗普强调必须纠正美国对日本的巨额贸易逆差,希望展开一对一的双边谈判。 他还期待两国在不远的将来会达成协议。 而安倍不仅没有正面回应美方的要求,还对了特朗普。 强硬表示,现在的这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已经是最佳方案。 希望美国别再搞东搞西,早点回心转意,重返大家庭。 安倍对美国说不,而且是当面驳斥。 这在以前是从未发生过的,中日关系的回暖竟让安倍生出了这般勇气。 在周永生看来,这未必是件坏事。相反,倒是有些令人期待。 毕竟,随着日本地位的提升,可以使得地区关系向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避免美国一家独大。 中日两国领导人会谈些什么?贸易问题估计将是两国领导人优先讨论的话题。 在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受阻的背景下,预计双方领导人会商谈如何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双边在高科技等多领域的合作。 。 朝鲜问题预计也是会谈主要议题之一。除了经贸议题,肯定会谈到政治关系的改善。 周永生认为,钓鱼岛纷争短期内恐怕无法获得解决。 。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促进双边的沟通协商,比如在东海地区建立海空联络机制,避免双方出现误判,发生不可控事件从而擦枪走火。 。 这样的管控,经过双方的努力是可以做到的。 日本会放弃遏制中国的战略吗? 。 周永生坦言,要让日本放弃遏制中国,短期之内很难做到,但我们可以采取我们的方式,来让他的政策不能实现。 同日本打交道除了斗勇,更要斗指。比如。 自2016年安倍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后,日本就开始频频拉拢印度。 。 去年9月中旬安倍放映,为日本以及优惠的条件投资建设的印度爱哈马达巴德至孟买的高速铁路电机仪式剪彩。 。 一个月后,日本再次放话,希望建立日美澳印四国首脑级战略对话,以南海经易度洋至非洲为中心,推动实现自由贸易,顾及防卫合作。 其用心不言而喻。当时,中印关系几乎将至冰点,双方的边境冲突似乎一发不可收拾。 。 然而,随住前不久莫迪到访中国,中印关系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节奏。 。 这次会晤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谈及对中印关系的重大战略判断,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中印应该是好邻居,好朋友,中印各自的发展壮大是彼此的机遇,而不是威胁。 。 这些判断也得到了莫迪的积极回应。至此,日本的算盘看来是要落了空。 美国重返亚洲战略能否破局? 。 2011年,欧巴马先是在夏威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正式抛出亚太在平衡战略,而后赶赴印尼开创了美国总统参加东亚峰会的先河。 。 不过,特朗普显然与其前任口味不同。 他上台后,不说立即抽身而退,但也没有显示出更多的兴趣。 。 毕竟,称霸世界是要花钱的,而特朗普显然更在意的是如何赚钱。 。 于是作为马前组,日本发现自己有些悲催了,有些孤独,寂寞,冷。放眼四周,中国,俄罗斯,韩国,朝鲜。能得罪几乎都得罪了一遍。 。 不过,在周永生看来,这倒不失为日本重新找回自我的一个好机会。 。 而随住中日韩三国自我意识的觉醒,尤其是中日两国关系的回暖,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可以说是濒临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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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